作词 李宗盛 进入一月份 周深已经马不停蹄地 连周转了快一个月了 而且这种忙碌 估计会一直持续到春节 就说这几天 13日微博之夜 百花迎春晚会录制演唱 繁花依旧 14 15日央视总台春晚第一次连排 16 17日生生不息嘉年华录制 18日上海东方卫视春晚录制 演唱《我已渺小爱你》 19日北京网络视听盛典录制 演唱《身边》 20日北京卫视春晚录制 演唱《让世界充满爱》 据悉21日也就是今天 会进行央视总台春晚的 第二次连排 昨晚周深在北京参加 北京卫视春晚彩排 今年他将重新演绎 1986年发行的歌曲 《让世界充满爱》 经典重唱周深招呼大家 大年初一 都来北京卫视听他唱歌 周深来了 周深送来 《让世界充满爱》彩排 《而世界充满爱》彩排 《为世界充满爱》彩排 无需有更多的绿烂 《真心的为你祝福》 《真心的为你祝福》 祝愿你幸福的兵满 这几天连轴转 录制节目看他还元气满满的 状态真的好好 期待周深的舞台 昨天晚上舞台录制完后 还参加了媒体记者的巡访 巡访阶段周深再次被问到演唱会 周深瞬间震惊到张大嘴巴 反应了两秒才大喊 敬请期待 你倒是说说三月上海的爆料 是不是真的啊 当周深被问到2024年的演唱会 这是2024年演唱会的10个10号 这很慌张的小表情 神神你好刘下妹了吧 敬请期待 主打一个魔魂关关 进入采访场地 360度无色角的 手鞠躬打招呼的周深 太可爱了 真的有一种直接搬回家的冲动 然后就被各种卖牌给淹没了 自己都拿不下了 据悉这是周深第四次来北京春晚 周深自己说 这次演绎的歌曲比自己的年纪都大 充满着温暖和友爱 现场是和小朋友一起合唱 而且不仅仅是中国的小朋友 还有外国的 真的很符合让世界充满爱 这次带来是一个非常温暖 然后非常有爱的一个节目 自己在唱的时候 也会 就细看歌词都会被感动到 对 也希望大家所有的 一些细小温暖的那个动作 都可以让这个世界都充满爱 然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也希望让所有越来越年轻的 或者更年轻的人 都能听见这首歌 去传唱这首歌 在准备这次节目过程 你会遇到什么 想想意外 或者想进行 我觉得这次节目 反正每次北京卫视充满都非常用心 然后这次呢 在编曲上 我们其实调整了很多 然后包括这次的舞台 很多设计 像咱们舞台上有非常多 不仅是咱中国的小朋友们 还有很多就是混血的小朋友们 或者外国小朋友们在一起 我觉得这种爱 就是全世界的一种爱吧 这种希望可以用大爱唱出来 按道理来说 按道理来说 事实来说 是的 这种歌要比我年纪大 但是它对我的影响来说 就是我从小到大就听到大的 对 这次我们春晚的主题号叫做 我的春天看我的 对你来说 看你的什么呢 对我来说 当然是看我的歌曲 听我的歌喉 看我的节目 那么看我们的什么呢 国家社会生活都可以说 我觉得是看我们的所有的爱吧 看我们的温暖的瞬间吧 看我们的互助 看我们每个人伸出的双手 看我们每个人给出的拥抱吧 每一次在准备节目的时候 其实压力都非常大 就是很开心 大家就是看过我的节目 有期待 然后但是这样的期待 也会变成一种压力 所以要努力把这样的压力 变成一个动力 去做更好的舞台吧 对 所以每次来北京卫视 无论是跨年 还是春晚 每个舞台 我都觉得都非常感动 因为都非常有用心 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歌手 周深真的很魔性 现场一张嘴就能让人瞬间平静 感受到幸福和爱 这种歌声是不在现场所无法体会的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周深屈公宠溺地看着旁边的小朋友 怎么看都是一个三年级的哥哥 在看一年级的小妹妹 回顾2023年 周深无音是其中最闪耀的明星之一 她的歌声 她的舞台表现力 都让人难以忘怀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期待着周深 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 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和舞台表演 无论是在央视 北京卫视 还是东方卫视的舞台上 我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 为她加油鼓劲 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并喜欢上周深 这位才华横溢的艺人 她的歌声能够触动人的心灵 给人带来无尽的欢乐与感动 相信在未来 周深将继续发光发热 成为更多人心中的宠儿 期待周深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 能够继续创造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 和舞台表演 我们很庆幸那个时代没有周深 像这样一个有天分的歌手 说那个时候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 那肯定的 所有的想象都是她 我怎么也难跟您再歌手 就是把我抬得这么高 我有点受不了 你就是这么高 我可没有 就是现在再这样聊下去 我可就要飘了 我才是跟男哥 你有飞起来的翅膀 不要 等我再练一练我的羽翼 那时候歌手 就不会简朴的 入不了音了 对啊 已经得食谱 所以现在呢 就是歌手的门槛越来越低嘛 我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这个音音唱不准还能修 没有了 所以那个时候 想当歌手不容易 对 必须要有一遍过的能力 因为现在差不多就是一首歌 一般正常是登天 但实在不行 也有一首歌录很多天 我第一次录 进录音棚就好吓人 就怎么录都录不好 紧张的 对 就觉得不用那么紧张 很可怕 一张口就觉得 我不会唱歌 我那个当时录的就大雨 第一次进录音棚 然后就录了也是三四天 四五天 中间还休息 怎么录都录不好 好可怕 所以我如果在当时 我就会被淘汰 因为在录音棚 我很不适应 每亏我活在了现在 就身制作了你 我当时第一次录 我还是学生 所以那个时候 没有太多唱歌的经验 得到的第一次在录音棚 得到的评价是 你会唱歌吗 真的假的 因为太不习惯了 就是我首先 我从小听着 老师的歌长大的 包括读书的时候 一听到我声音比较高 老师都会第一反应 那是男的歌 你唱得上去吗 真的 我们反正我听到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能唱 你声音高 那你唱一个整跳 那个时候 几乎都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申申呢 其实对自己要求 非常严格 因为她在每一个 音乐的处理方面 都有她自己读到的 我相信她这个 她是在家里边 有限的时间 认真打磨的 这种认真 超越了天分 因为她太爱音乐了 就希望把每一个小节 都达到近山之路